回來這個第三節的升旗易得道 講了兩節娛樂新聞 講了一節 經濟新聞 剛剛 這個叫做 一隻股份就發了刑警 叫做8078 HMV數碼中國集團 以前改的名字叫做中國3D數碼 後來改了 HMV 他今天 就公佈說虧了12億 很誇張 如果真的虧了12億的話 聯交所 的公告 8078公告 發了盈利警告 接下來的盈利 會大幅度下跌 12億 會有一個虧虧 什麼事虧那麼多錢呢 去年只是虧了9000多萬而已 為什麼今年會虧那麼多呢 我們看看公告內容 就會看到 最主要發生什麼原因呢 HMV Marketing的公司清盤 那間就是經營HMV業務 另一個原因就是因為那個 商譽 那個減值 為什麼會有一個商譽減值呢 如果大家看回之前 那盤數 市值裏面有一個很大部分的資產 是他的商譽來的 就差不多是10億 最高紀錄呢 這家公司一度去到50多億市值 那時候去到2號多指 去到市值 50多接近60億 這家公司呢 他有10億的估值 是一個商譽呢 也可以接受 當時來說 問題就是 大家都知道 市值 又是另一件事 不過你可以說那盤數 看下去 市值是有支撐的 你可以這樣說 因為你的公司有這麼少市值 其實也很不合理 坦白說 這盤生意本身就是 一早就要接受淘汰的生意 現在呢 那個商譽就是 extinguished了 現在是沒有了 沒有了 因為現在要把那個商譽減值 就變成了 撥下去 虧蝕 是一個會計制度問題啦 因為大家都會想 你賠甚麼生意的 為甚麼可以虧蝕十多億 你的公司只值了一億而已 你的公司計制度沒有那麼大 你怎麼虧蝕得那麼多 你怎麼虧蝕得那麼多億呢 原因就是一個會計問題而已 本身呢 坦白說商譽這件事都是無中生有的 你的商譽值多少錢 怎麼可以放下去 你賣到嗎 商譽原本會計的概念也是一個 即是有幾個計算法的 它是把 踏出來的部分就當作goodwill 當你收購某個項目 而他可能有其他資產 減掉了那個 net value 只剩下那一塊 就是商譽 即是一個會計上的概念 會計上的概念 即是不是一個實質的概念 這件事其實呢 一家公司 我們也一直在分析他的行業 坦白說是一個 直洋行業 甚至乎 我可以形容 他是一個 其實是一個殭屍企業 因為呢 其實由他當時 接手那一刻 已經是 已經死了這個行業 賣VCD 賣DVD 這個行業其實10年前已經死了 是不是 10年前 2000年頭 那些人都已經在街上買翻版 到了後期 翻版也沒得了 古惑仔也不買翻版 人家是BT 哪裏有人給錢再買碟呢 何況你還要買正版碟 是不是 這家公司本身就是一個 其實是一條殭屍來的 死了 你硬硬要找黑貓跳過 這個行業 這個行業 其實已經是死亡 死屍來的 你突然作法令到他變成僵屍 出來跳 很多上市公司都是這樣 所以我們就不在這裏說 我們就不斷踢爆那些 很多上市公司 你放了一個很大的項目 那盤數字是完全不盈利的嘛 那盤數字是很帥的嘛 甚至乎那盤 也不知道是真還是假的 像輝山月耀我們之前說過 國內的那些當然不用說了 都是假的 三百億市值 是整個遼寧省政府和那些企業 作出來的 全部假的 所以呢 我們經常在節目中就會踢爆很多那些 老千股 這個 嚴格來說 它也符合這個 一個這麼嚴重的減值 本來已經是很嚴重的 無端端 你想像一下 買了一隻股票 忽然間有 賺了幾十億 虧錢 灰飛煙滅那些錢 這次是淺了灰飛煙滅 去了哪裏呢 那是男子 寫這個問題是第1part 第2part 就是我們早前曾經揭露過 8078的40合1 原來是錯的 最新版本不是40合1 是50合1 即是 令到小股東 瞬間灰飛煙滅 我們一時間想起什麼 復仇者聯盟 灰龍 彈錢之間 令到你的股份 只剩下2% 哈哈哈哈 是不是啊 首先收集你 收集六顆寶石 收集六顆寶石 不用啊 他們開個會就可以灰飛煙滅了 厲害了灰龍的手套 六個人開個會就可以解決了 喂 要過股東大會 那張照片是不是把蕭生放在灰龍裏 弄個無限手套出來 不要整天灰龍啦 很吵呀 很吵呀 我覺得 其實 50合1 或者40合1也好 其實都是令到小股東灰飛煙滅行為 我們之前也說過 大家都可能知道 炒開股票 因為你的股票跌到一仙以後 就不能再跌 喔是呀 股票交易的最低值 有些股票 被人洗倉跌到一仙的時候 可能有機會反彈 一仙也很便宜 不會向下跌的 因為跌不到 有一隻股票叫261 就是你所說的 長期的人都在賣薄反彈的 因為一升到先一就升10% 一仙就跳一格嘛 一格就賺10% 升到先二就賺20% 之前其實有很多案例 有些跌到一仙 一旦就回到七仙 其實是7倍的 其實是很危險的 大家千萬不要 你買得股票會跌到一仙 你已經在賭場裏面 不是賭場那麽簡單 因為很大機會 是他的股票合完之後再跌 你不要以為一仙就是值得賣 因為你買之後你未必是賣得出去的 分析一下盆路 合完之後會向上還是向下呢 因為他這個行業 本身已經死了 作了法令到他變成一隻僵屍 瘦了一隻就跳一跳 估計蛋糕是人為的 這次 50合一之後 我估計也是會繼續再跌 因為現在一仙其實 其實是不反映他的公司價值的 原因就是 他現在公司的現有業務 基本上已經是Total Loss 外面的店鋪倒閉 商業都沒有了 那你還靠什麽做生意呢 現有的業務 坦白說其實是一文不值的 所以 接下來50合一之後 那個5毫子 我估計會在第一天出現 之後你永遠都會再跌倒那些價格 當你以為會要去6毫、7毫 即是你估計 都是會 都是會製造下跌空間的 其實是製造下跌空間的 因為他是要跌到一個 反映到合理水平的價錢 其實真的不知道會跌到多少 那麼我們 評論很多股票 我想起那顆空間寶石 所以彈指之間就令到很多小孤民灰菲衣滅化了灰 不見了 不知道他在哪裏 有人問我是否變長子 也是一樣的 如果將他變成股票 你去 即是要實物 你說我要靈股票 這樣就是 唯一拿回少少渣拿的東西 就是你拿到那張 股票 這個角度呢 我經常都說 一盤生意 有沒有得做呢 你也要看大小大環境 好了 亮到第三件事 還有一個更改名稱 喔 還要改名字 這次會變成 中國創意數碼娛樂 那個銀行公司 會不會像是一個轉業務呢 你分析 也有可能 因為你HMV玩完了嘛 現在把HMV拿走而已 身體裡面 他覺得有癌細胞 他一做手術就拿了一個癌細胞 希望變回健康的人 是不是 問題就是要轉甚麼業務呢 我們不是說這個 我們不是說蕭定一 我們經常都說其他的 因為我們經常說改名的公司是有問題的 是呀 改名越多越有問題 大家千萬不要接受 大家都記得我們那時候問我 我都在看一看 為甚麼要大灣區發展 是呀 還有一個區塊鏈 其實那一陣子流行甚麼呢 那些公司就會改成那個名字 有一陣子有些殯儀股 人家真的搞殯儀股 那些是減位的 那些 很多年之前 我講的 是呀 那時候就不知道是甚麼香港生命 是呀 你的朋友 不要說這些 這樣 大家其實真的聽我說 改名改得很頻密的公司 其實真的不能夠占手 當然啦 經過這麼長時間血淚的教訓 我相信現在很多香港人都不會買股份 但是也還有 香港現在整個模式 轉了 現在 跟國內市場 真的接軌了 不用深廣通 不用互廣通 原因可能是香港的市場不夠魚啦 變成漁夫 暴獵者 就要向祖國發展 因為你香港不夠魚了 那麼他就要罵你南中渴國海的魚啦 香港的股民其實呢 經歷了幾十年 已經是太聰明了 其實可以說是洗進懸話 被人洗光了 被人洗進懸話 但是國內的市場真是無限大 跟香港比 可以說是剛剛發展的 其實那些人呢 我估計還要多交二三十年學費 你想一下 一年的turnover 很大 其實大陸政府 對於這件事也不會坐視不理 我相信很快會打擊 中證監出聲了很多次 大家記得啦 中證監出聲是不是很奇怪 不是香港證監嘛 是中證監嘛 因為他就是很多香港老千股 翻大陸騙的股票 其實有很多人是買了很多香港的垃圾股票 跌到 單日跌九成 沒錯 沒錯 那這些人呢 其實現在上面的證監有機會打大老虎 即是會向著這班香港莊監的手 所以一直在揭露網絡 哪一班人有拿著一大堆殼 但是很多那些莊監都是大陸的政協來的 其實動起來 大家不要誤會 政協沒有勾用 政協是虛閑 政協副主席都兩個死亡 一個叫蘇榮 一個叫另計劃 政協副主席是死得的 是不是呀 政協這個官銜 是方便你 拿中港車的 而且 鋸起你上來是更方便的 為什麼呢 政協是沒有權的 因為每年三月他們要上去開會 下次可能 踏幾個下來的 節省了 我連來香港抓你也不用 是不是 你一來到北京就好了 順手探 阿豬太太 阿豬生 很多啦 很多這些 什麼太什麼生的 接下來我認為香港會有一場 腥風血雨 是中正監對這班壯家 那個力度呢 會不會是一個 好血腥的手段呢 因為以前呢 你記得習近平 試過是這個 熔斷機制 有暴力救市 也有非法 意孤空 有那類的 詞語 如果他用在這班壯家手上 我覺得手段會很兇殘 其實他用得這些字眼 大家也知道啦 講政治也說不來 中共用字是從來很小心的 每一個字眼都很小心 都有含意在 他如果 定性你是在做什麼什麼的 他們說到你惡意那些東西呢 你是很麻煩的 他打死你 也不用解釋那一隻 他是你惡意嘛 是不是 所以呢 你很難去辯解你是善意的 尤其是你打仗 你一定是惡意的啦 你怎麼善意打仗呢 沒有可能的 我們是一個 有良心的莊家 正如郭台銘說 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不是啊 你的莊家只是打中國人而已 沒有外國人賣你的貨的 沒有啦 做生意嘛 送貨給你嘛 不熟不吃啊 當然要想啦 誰叫你錢多 錢多 他想賣東西給你 中國現在是這樣子嘛 你錢多不然就賣東西給你 一樣而已 接下來我們 我們呢 也可能會繼續爆料 看看有甚麼最新的消息呢 這些莊家活動 這節時間差不多 下次再談 再安排 再安排